大家好,這網狗 EVP 吹滾器 吐桌娃娃 全部都來啦 對,這三個就是我之前在eBay說我買的東西 我今天呢,想要先來拍攝這個 羞喔羞喔 沒錯 因為我想來想去呢 娃娃這個東西 畢竟在eBay上面說它是有靈魂的 而且最近環月又剛好特別的流行 裡面有很多的台灣民俗 就讓我想到 這個穿著七娘服的娃娃 我們可以跟大家來進行一些 台灣的民俗儀式 冥婚啊 椅子菇 或是一些娃娃祭典的儀式 那當時呢,我在我的IG 設了一個現實 大家是都滿希望 我可以跟他冥婚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冥婚吧 好的 冥婚是一種陽間與陰間的人 結婚的儀式 常以把聖誠八字放入紅包內 丟棄到路邊 等有緣人來檢食 但我今天用的是另外一種方法 為冥婚的迎娶儀式 必須準備金銀財寶與紙幅的意識 在女方的家門口或粉上 一一的粉燒 對,大家好 今天是我出嫁的大日子 至少還算是個美女 上網看了一下 冥婚其實還差一個條件 就是 我需要她的生辰八字 但 我連絡過賣家了 什麼都沒有辦法取得 那為什麼會選擇陽台呢 因為這裡比較通風 而且我們應該是 全台灣第一個兒在陽台 來跟人家結婚的男子 很酷 那我們要先進行這個 冥婚的第一個步驟 對於新娘 刻三行 接著把紙錢 燒給她 要告訴她我們基本的姓氏 還有生辰八字 我是王雨翔 84年2月1號出生 那我出生的時間是 多多指教 接著呢就要把 經營財寶燒給她 對,這個就是我特別去買的 為今天做的準備 OK 就是這一點點的紙糊的衣服 送給這位新娘 我就正式出嫁了 我感覺得 很奇怪 我剛剛本來對Linda沒有那麼奇怪的感覺 我現在對她有一點點 不知道 很微妙微翹 我不覺得我已經跟她結婚了 也不覺得我有感覺到什麼東西 當然就是 我不想去碰她了 我不知道是跟 心理學有沒有相關 我人生從來想也沒想過 會跟一個 阿福的夜店辣妹結婚 那後續 我可能會帶她去探險 可能會帶她去做這部傳說 幹嘛的 也是要順便觀察 進行完這個明婚儀式之後 這幾天 會不會有什麼 不同的狀況 這個一切的一切 都是未知都很難說 OK 那我們之後 可以看怎麼樣嗎 這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幫我訂閱 按下期望謝謝大家 我是王狗 還有Linda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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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拜拜 拜拜 你